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扇若水 浮生若茶 炉边茶烟鸟鸟 杯中茶香四溢 茶一片最简单的叶子 却有着最不简单的经历 沸水里它们自然而然地展现风姿 沉淀那走过四季的芬芳收获 沉淀的芬芳 茶作为人间一味 被我们载入文字已有三千多年 那么茶这个植物最早是怎么被我们人类发现并利用的呢 我们来连线川茶专家 开门期间是采米油盐酱畜茶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处处离不开茶 在神龙本草丁东就有记载 神龙长白草日欲七十二毒得徒而解枝 讲的就是在上古时候 人们生产力有限 靠采集草籽和野果 猎捕了兽维持生活 有时吃了不适合的东西 中了毒严重就会被毒死 人们如果不小心得了病 也不知道用什么药来治的时候 作为人类部落首领的炎帝 神龙氏为这事就很发愁 于是决心尝遍百草 来确定药性 为大家消灾去病 在神话故事中 传说神龙有个水晶般的透明肚子 吃下什么东西 人们都可以从他的水晶肚子里面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神龙就把他看到的植物都尝试了个遍 看看这些植物在肚子里的变化 判断哪些无毒 哪些有毒 有一天不小心吃了太多的毒草 腹痛难忍 快要晕倒在一棵树下 而这时正好飘下几片树叶 神龙捡起叶子一看 这个叶子清绿并且散发出阵阵清香 于是神龙就将这个叶子吞了下去 吃下去之后 神龙通过透明的水晶肚子 看到这个叶子在肚子里从下到上 从上到下 到处流动洗涤 不一会儿 他就发现身体里的毒已经解了 肚子也不再疼痛 而这棵树就是茶树 茶树的药用价值也被人类发现 就此出现在了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 谢谢英子老师 那虽然刚才英子老师讲的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茶叶的清香确实是庆人心脾 古人说 茶花味浊无香 香凝叶内 就是说茶花的味道浓郁 但是没有香气 所有的香气都凝聚到叶子里面去了 世上开花的植物 大多是花香于叶 但是茶树不同 它是叶香于花 由于茶有药用价值 中国古人一直就用它来治病解毒 一直到先秦时期 由于茶有提神洗脑的妙处 就有了更饮法 类似于将茶叶煮成茶粥试掉 所以到中国明朝以前 不管是通过熬煮的方式 点茶的方式 茶叶都是要连汤带叶吃进肚子里的 也正因为此 在很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品茶 都是说吃茶 而不是喝茶 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中 至今我们还保留了吃茶的习惯 明朝之后 开始了茶叶清饮的时代 也就是只饮用茶叶进出的营养物质 而舍弃了茶叶渣 这种清饮的方式 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那刚刚英子老师给大家分享了 中国饮茶文化的历史发展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茶吗 好了 扫描这个二维码 发给我你的答案吧 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 大部分泡着喝的东西都叫做茶 比如说柚子茶 菊花茶 菊花茶 苦嚼茶等 从比较宽广的意义上 可以统称为花草茶 这里的茶字呢 泛着一些冲条性饮料 但对于中国喝工夫茶的人来说 只有茶树的芽叶 按照一定的制茶工艺 加工制作出来的茶里 才能叫做茶 茶 拋ודע 声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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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